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 这次视频给大家介绍HTML5的style标记 这是网页样式定义的属性 对于网页开发来说非常的重要 大家一定要掌握才行 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今天的知识点就有一个,就是style标记 咱们看一下style标记的定义 它其实用一句话说,就是描述CSS样式单的定义 首先说,什么是CSS样式呢 我在这给大家写了一个定义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 网页的CSS样式呢 指的就是字体的颜色,大小,粗细,背景色,边框颜色 边白,鱼白等等装饰性的属性 来从而提高页面的可读性 这个呢,就是CSS的定义 接下来咱们看style的第一个属性,media 它呢,是指定样式单的媒体类型 请看,大家请看为大家准备的例子 这个地方呢,媒体类型我写是screen,是屏幕 现在呢,我把它改一下 比如说改成投影仪 稍等啊,我看看有没有投影仪 投影仪的英文单词应该是projection 稍等啊,这儿了,projection 这个呢,就是投影仪 就是说,下面的这个样式单的描述 我是为投影仪准备的 就是这样,好 接下来咱们看下一个属性 type 接下来属性呢,是type type呢,它是样式单的多媒体类型 这个地方我写错了 不好意思,我改一下,应该是mime 多媒体属性的指定 默认的type呢,是文本,css属性 就是这个地方 test,css 这是它的type类型 好,咱们再往下看 接下来是scope的属性 它呢,是局部区域内的样式单定义 听起来呢,有些抽象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样式单 在网页中的一部分区域内生效 目前这个属性呢,只有火狐支持 IE,Safari和这个Chrome呢,还不支持 不过我觉得它比较重要 所以呢,介绍给大家 接下来咱们看一个 为大家准备的 关于scope的样式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这个地方 首先我在上面呢 定义了一个全局样式单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为它加上一个属性 刚才咱们讲过 样式单的目标属性呢 是文本CSS 就是这个地方 好,这说明它是一个全局的样式单 接下来咱们看一下样式单的内容 我在这儿呢 定义一个div的标记的样式 就是这个地方 这个样式呢 是实现宽度为1像素 然后蓝色显示 就是说这个页面中 所有的div都应该打上 这么一个边框线 同时我在下面 又定义一个局部的这个样式单 大家请看scope的等于tru 这个里面呢 也有一个div 它的样式呢 是实现宽度为3像素 且红色显示 并且呢 背景色为灰 其实这段样式单 所实现的效果呢 就是这个style标记的负要素 或者叫做负标记开始 所应用的样式 换句话说 就是这个 我现在点击的这个div 它的这个边框 应该是红色 3像素显示 好,咱们来看一下 这段代码的实际运行效果 在这里呢 我提案已经把文件建好了 上面呢 是一个全局样式单 这个地方我加上一个属性 type等于testcss 好的 这个呢 大家请看 我定义的div 它呢 要有一个三像素宽的蓝色边框线 下面的局部div呢 是一个三像素宽的红色边框线 同时它背景色呢 为灰 好的 我现在clomb中运行一下 咱们看一下效果 大家请看一下clomb的效果 咱们的全局样式单呢 其实并没有被应用 而局部样式呢 应用到了全局 也就是说 呃 三像素的红色边框线 且背景色是灰色的样式呢 应用到了整个页面上的div的像素 而咱们全局这个div的样式 蓝框线呢 并没有显示出来 这个说明什么呢 说明咱们代码呀 啊 代码没有问题 是说明这个clomb浏览器呢 不支持这个局部样式单 scope的写法 那么我们把这个样式 把这个页面 咱们放到这个火壶中来 咱们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大家请看 现在效果已经出来了 外层div呢 应用的是全局样式 它边框线呢 是蓝色 而内部的这个div呢 它应用的是局部样式 边框线是红色 且背景色为灰 这个就说明 火壶热暗器 是支持局部样式单的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为大家介绍了 html5的style标记的 所有的内容 今天的代码呢 我已经放到了 开中国的服务器上 请大家下载 OK 谢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次再见 拜拜